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昨天結束6天在港考察 離港前沒有總結行程 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譚耀宗相信 夏寶龍行程以多接觸、多聆聽為主 各樣東西都去公開發表意見 我看到報導將意見說給特首聽 然後特首就向傳媒去解釋 可能這個也是尊重特首 或者是他的風格 希望通過特首去轉達他的看法